花蓮市過大大廈後 在市區的福岐金華大樓 其中一棟 只做紅大樓 在要拆掉 不過因為這裡 通常有漏洞 地下室連作會 只拆一棟 強行的影響到全部大樓的安全 經過百年的禁止 國土室是已經決定通過 要全部廣中拆掉 福岐金華大樓 在花蓮市中佛基 有漏洞一百五十戶 在控宿控山共的大廈後 在當大樓已經打紅大 不過所有大樓因為地下室連通 拆一棟對英雄其他大樓結果 拆到費用要六千多萬 顧問也沒有負擔 國土室評估後 郭靖雄 拆一棟來協助 拆到經費和結束 不過這大樓在自體庫附近 還要加休閃 所以拆到時間入閉 不過中央報酬 所以指定拆九兩年 想要讓安智爺爭出問題 對這次安智冠會要提出機會 反正法令市美論地区有安智一回 關鍵企業四十幾戶作合處 未來電器會用途徑的方式來進行 即將綜合報道